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段时间我们真的遇到一些困难 很多人流不了言 又点不到赞 但很搞笑,那些恶意留言有很多都流到 也有人点赞就被取消,留言也被取消 最大事就是有网友的订阅,被自动退订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帐户 如果发现了真的被自动退订的话 请大家继续订阅我们三个频道和各位主持人的小台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位人兴的前女友就是曼芳甲 曼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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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芳甲是谁呢?当然是方力生 方力生前女友大家都知道 当然是这位Stephy 邓芳甲 邓芳甲 邓芳甲小姐 那真的是 哇,现在什么事?邓芳甲小姐 为什么你好像没有存在呢? 原来邓芳甲小姐 同一位台湾的英俊 王子 大家知道王子吗? 其实我真的以为他叫王子 就是这个超生鱼 其实跟王子分手了 哎呀,真是只能这么说 想不到 因为当时大家想 哇,开花结果都挂金了 虽然是这个 其实他们有两样特别的 其实也不是很特别的 第一就是 二地恋 因为一个来自 台湾一致 一个来自中国香港 另外 亦是叫做 姐弟恋的 王子 就是1989年出生 很年轻,32岁 邓丽恩 1983年 10月 37岁 差五年 亦不算难得远的 王子 其实 六月底已经宣布了跟邓丽恩 分手了 结束 原来很久下三年情 当时 两人曾经都发文 就是 隔空 给予对方 最大的触方 但是 赫字未提情变的原因 外界当然有很多揣测 近来 有港媒就爆料了 原来 日前 Staffy 邓丽恩 就在 他的社交媒体 而且是凌晨发文 亦意外地引发了 外界联想 是不是有什么事 有什么所指 外界亦有少讨论 其实 宣布分手的时候 王子和 Staffy 曾经 同时在 IG发文 道别 当时王子就说 这段美好的相遇 会好好地传在 记忆的盒子里面 千余个日子里面的付出 和贴心 亦会一起 珍藏入去 这一切的发生 都在我心里面留下 所印记 新的 旅程 深深祝福 一齐安好 那女方又怎样说呢 他就说 美好的 活有 流走 他只是在途中停下来 成为了回忆的风景 不一定拥有才是快乐 带着珍惜地 舍去 才更觉得珍贵 最后各自祝福 也好 不会 吵架手牆 不像谁 真爽 正爽 正爽 是吗 是吗 这样叫做 好来好去 虽然当时两个人 都未说分手的原因 但是 从平静的文字 我们就这样猜测一下 应该两个人都沟通过 协调过 才一起发文 但是 想不到有个媒体 就是洞房 他就爆料 近日就说 他们情变是有内幕的 原来 Stephy 邓丽欣 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再加上 在婚事上 大家未有共识 而王智 又被爆料 他就说 贪玩 而似有新欢 不断拖延分屎 令到现在已经37岁的Stephy 邓丽欣 只好选择不分即分 是不分即分 不断分 就分开 没错 对 分手之后 Stephy 邓丽欣 近日凌晨 亦都在她IG、Instagram 就 晒出了自己的格仔裙 这张照片挺漂亮的 依然是 保养得挺好 和 配了一些文字 他就写 为你的格子填上颜色 任何颜色也好 只要不是空白 倒好 买案 这样就说了 看上去是很平常的 网友解读感情的宣言 意外使得有很多人猜测 针对 港媒 爆料王子、贪玩、 外婆 和有第三者的 blip啦的传闻 丫头就是 台湾这个比较出名的 主持的丫头也是出名的 不过可能很多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不认识丫头 没关系 不要紧 其实 他 率先发文 帮王子澄清 为什么是这样 对 为什么是你帮的 对 丫头怎么自行 他就说 王子 他没有说王子 sorry 他说他 他 他 我们全部尊重 他 不爱玩 他 很无聊好吗 爆料的人 一定完全不认识王子 王子 这是我认识演艺圈中最责的男人 宅男是不是 之后 不爱出门口 不爱夜生活 不爱喝酒 不爱应酬 不爱交際生活 而且非常专程的男生 谈恋爱眼中 只有对方 更加说 王子对任何工作上的朋友 或者一般朋友都非常非常专重 并且用心对待每一个朋友 不实的爆料人 请你们好好过日子 不要将 自己的人生浪费在攻击 我们这些认真过日子的人 的身上 你敢说洞房 洞房请你吃胡椒粉 用不到台湾那么远 但是马先生 不好意思 陆先生都在台湾住了很久 陆先生 陆先生 没事 哎呀 不是 不是 另外 王子本人 转发了丫头丫头这个贴文 也要幽默的 口吻说 哎呀 我玩游戏 还是很有趣的 好不好 这么说 玩游戏就是 玩电动 就是这个 叫什么 打机 之后 他就说 谢谢你的澄清 好抱歉 你都卷入了新闻 十五年交情 值得 值得 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 应该都没什么 但是 这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一说了 Staffy 张力欣 当然是说 这个 万斗甲 方力生 喂 有人力挺方力生的 你知不知道怎么说 有些网友说 方力生要结婚 你不要 你要结婚 王子不要你 何必呢 方力生不好吗 好好恋爱吧 小方也很惨 然后有人说 方力生 机会来 不要错了 其实我觉得没有机会 其实大家记得方力生当时真的和他分手哭了 在2016年,方力生出席活动时两道留下男儿女 当时两人分手一事作出回应,两人其实是戀爱十周年当日 是当日,真的很讽刺当日分手 有些纪念,这么有纪念性的日子 分手一事,他就说其实经历了三个月的冷静期 最终都是决定分开,所以其实想了这么久 应该就不是叫做老发热的,因为他们有冷静的思考过的 所以那些吃瓜寸中的网民 或者台湾叫做乡面 其实不要猜测这么多了,说句老实话 应该不会了 当然很多人 当时我记得Stephy也说过 其实很多时候屏幕上的金铜玉女 多数都不是金铜玉女 方力生当时说 两人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会分手 感情或多或少 受电影纪念日影响 但强调婚姻无关 有些人说Stephy不肯嫁 Anyway不知道 但是2016年3月28日的时候 邓丽恩分手后也首次接受媒体访问 否认两人分手涉及第三者 过程当中他也哭了几次 也说很难用三言两语 解释清楚分手原因 其实问题是累积下来的 很难解释和解决 方力生并非旁人眼中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 即不是那位王子 现在王子也不是王子 即是叫王子的这位台湾演艺人邱生 都不是王子 人生就是这样 说他老实话 你你合合 Ups and down 很难说 是吧 那都是希望他们两个开心 是吧 那方力生呢 你说 如果两个人分开会更加开心的话 维持这种状态会好些 是的 我们也数一数方力生 其实出道这么久 都是几多人事 即是匪民 之前有一个 叫做大家都是游泳的见像 蔡晓卫 这个我们不说 因为不是这个公众人物 另外是李彩华 因为当时同期都是正东唱片的歌手 所以有很多合作机会 也都参与了百分百感觉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就看过 我看过百分百感觉 传出匪民 但是小芳就说 她是我的师妹 工作伙伴 另外 阿娇 钟殷彤 亦都是被传过的 亦有传阿娇 就是 被这个好姐妹蔡卓燕 阿娇 阿娇 就撤合他们两个 更加先后 被人踢爆曾经去过东京和瑞士 不过 双方一直没有承认戀情 另外一位 女士周礼琪 其实他的情感也是经常翻波的 周礼琪除了百分百感觉之外 亦都和方力深刻作过很多次 小芳 其实接受陈志雲 访问 志雲泛国的时候 亦都向陈志雲直认 曾经暗了周礼琪 不过公司 棒打鸳鸯 哎呀 无疾而终 另外胡心乐 胡心乐 其实 应该没什么人认识他 就是这个 美女传房 吃了才说 亦都 大家可能记得他叫Rainbow 亦都被传 和小芳 曾经一起过 另外 Cookies 就有Stephy 邓丽恩 另外一个就是富永 Theresa Theresa其实当年 亦都 说 遇上个恋爱骗子 骗色骗人心 这个人 被认为 有机会就是小芳 因为 他就说 哎呀 又说和我一起 为什么还和Stephy在一起 这个是 吹水新闻 不知道是真正的 另外 一位女子就是张兴雨 张兴雨 亦都被传 2021年的时候 曾经 哎呀 和小芳在北京物汇 哎呀 这些 我想都是 汇水新闻而已 我认为 anyway 除了张兴雨之外 差别公众 很厉害 另外还有 哇 娜姐 记不记得吗 人形揽枕 周秀娜 哎呀 周秀娜 其实 都是 被传过 和小芳在内地拍剧的时候 拆出外货法 另外一个 大千金 何超年 喂 曾经亦都指 被小芳追求过的 不过 何超年 这个传闻 就说刚刚答应 所以远拒了小芳 可能觉得 配不上吧 我想 其实最新最新的传闻 他就是和 陈盈一齐 陈盈近年 亦都和小芳 经常传闻 两个人 在IG上亦都有互动的曖昧 亦都有全南方力追陈盈 陈盈其实早前去加拿大 回来的时候当然要接受隔离 在隔离酒店的时候 小芳也有 没什么的 IG 什么呢 挺害怕 你好像 陈冠A 隔离酒店 我认为不能进去的 我怕你送什么5354的东西 我明白 其实 而且 他们 在隔离期间 还有很多朋友送上礼物 其中一份礼物 就是一束玫瑰花 根据 某媒体说 这束玫瑰花就是小芳送的 这样说 我觉得 方力生应该和陈盈在一起 不知道 Anyway 他们没有证实 我不敢说我实言实 但是 你说小芳会和 Staffy一起 难点 这么多年 是吗 所以 我觉得 大家好好恋爱就算了 自己找自己的 新对象 不要想太多了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